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网路行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网路行销的第十四讲 十四讲我们还是延续行动行销的一个主题 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十四讲会介绍 民众接触与使用APP的行为 我们上一讲讲的是数位行动装置 里面其实很多都在有APP的一些研发跟使用 我们这一讲就把它专门做一个APP的一个使用 接触跟使用的一个行为 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请到这一个行动行销的一个专家 跟我们来做分享 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 就是资策会应用创新服务研究所 郑仁副 郑组长来跟大家来分享 是不是请郑组长跟大家介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郑仁副 郑组长他在行动行销这一块领域 其实钻研了很久 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 好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是要跟郑组长来介绍 底下的一些学习的一些目标 就是大纲 好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华世代的崛起 就是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民众APP的消费行为 我们到底台湾APP的消费行为有哪些 第三呢就是in-app的购买行为 在in-app的购买行为 我们分了两块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in-app购买行为二 就是我们分为上下两部分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接下来就是in-app的销售市场的一个推估了 第六呢就是台湾市场相较于全球的表现 我们到底台湾到底跟其他世界各国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第七呢就是mobile game的一个营收 从这边营收我们也可以知道整个的一个APP的使用行为 第八台湾其实不是市场太小 而是攻击精彩度不足的这些问题 我想我们会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大纲跟学期目标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来开始 华世代的崛起是不是请那个郑主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我首先我在这边的话我会大概分享几个数字 就是在讲我们知道就是mobile的装置 行动装置发展起来之后带动了很多的这一些APP的一些应用 跟一些发展的情况 这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知道APP这一个应用 那往下的话我们大概看几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跟APP下载的 下载的一些数字的分享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来自左边 是来自Gartner的一些分析的推估的一些数字 那Gartner它是一个国际上面 他们在做这样子相关一些新的科技的应用 所研究的research house 那算蛮非常专业的一个单位 那他们在估计大概在去年103年的时候 整个全球的这个APP下载数 大概已经超过1000亿次了 就光APP这样被下载 包含IOS跟Enjoy两个系统超过1000亿次 那这是很可怕 全世界的人口不过就70亿而已 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 大概估计就是每年都会有到了3000亿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 可能比现在还要多 今年大概多一倍到两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可是这里面再讲一个新的情况是说 现在我们大概在谈APP 大家可能都有一种经验 就是下载免费的APP 或者是你可能下载的是付费的APP 也可能是你下载的是免费的APP的游戏 然后在玩游戏的过程里面 然后你可能去买点数 或者去买一些相关的宝物这样子 那这个左边 大家刚刚看到左边是APP下载的数 右边在简报里面 我们在这个简报里面所看到的 右边这一个部分的话可以发现 它其实是在讲整个的APP的营收的市场的一些分布的结构的变动 目前的话大概还是属于这种付费下载为主的一个环境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根据刚才能的估计差不多到201617的这个前后 付费下载跟这个in-app的购买会做一个黄金交叉 那in-app的购买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可能在APP里面 可能包含你买一些贴图 你买一些玩游戏之后可能延伸买的这些点数 那这个里面就在谈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的改变就是 未来APP的经营它可能会越来越走向 必须要去经营特定的受众的喜好跟行为 从他们的行为里面延伸带出他们可以愿意付费的东西 所以可能未来是一种前段是免费的服务 但是到了后段消费者有喜好或喜欢的时候 会必须要去付费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商业模式的一个改变跟一个转换 那往下的话大家会看到第三条线 就简报里面的第三条线 这条绿色的线就是在讲广告的部分 大家知道说现在可能你下载APP 第一个你一定是先找免费的游戏下来下载 那免费的游戏下载的时候 它必须还是要有商业的运作跟机制 去维持这一些公司或者开发者的一些收益 所以会带出我们看到那个在很多手机的游戏 或者是平板的游戏或者是这些内容底下 它会在那个手机或平板底下会有一则这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其实是背后在支撑这整个商业模式的另外一个支柱 那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大概目前到未来的17年 这个市场谈广告来支撑的这个商业模式 大概还可以维持一定的成长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象 那往下我们再分享两个数字 就是Gartner他们在分析整个全球的市场的情况 那下面这一页的话各位可以延伸再看到 那底下的是这个20最底下是2011年 最上面是2017年 那各位会发现说这个旧消费者下载的这个次数 APP的这个次数的估算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免费下载的比例越来越高 大概在两三年前可能还有一成的人是会付费下载的 就是一成的APP被下载是因为付费的状况 那到了差不多去年的时候已经是剩下只有不到一成 那到17年的时候这个可能只剩下5% 那这里面在讲就是因为未来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 开发APP会越来越简单 所以消费者在下载APP的时候 他可能看到他就会下载 可能这个下载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太多 可能玩一玩或使用一下子 很快没有三分钟五分钟就把它抛弃掉就有了 也会这样子 那这就我们在讲说形成了一种日抛型的APP 很多那个消费者或使用者是下来下来之后 一天就把APP就删掉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这种商业也好 或者是内容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转换 那刚刚其实现在我们在看到 接下来带到的这个第三张图可以发现 这跟刚刚前面讲的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在讲这些广告的收益所带来的 或者是这些商业模式的一些转变 那各位看到就是蓝色最底下那个是11年的时候 大概在11年的时候 85%在谈这些APP的营收 都是我们讲这种pay for download 就是你要付费下载的 因为当时技术的门槛相对大家比较新 所以门槛也比较高 所以会开发APP的人不多 所以大家开发完APP之后 就是变成是付费的形式 给消费者下载 可是到了未来这种技术的门槛 越来越低的时候 很多的不管是公版套件的APP 或者是这些平台不断的开发 就让很多的一般的民众能够去开发很多的这种APP 那这个时候就会 整个的商业模式就会改变 变成是很多这种是属于这种免费 然后或者带动广告 甚至是你要跟消费者再透过APP收到钱 你必须是让消费者真的对你这个内容 觉得他认为应该要付费 包含说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贴图 就通讯软体上面的贴图 那也是一块很大的市场 那或者是玩游戏玩一玩 然后后面可能买很多的宝物 跟一些虚拟的这些点数 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市场 跟一个新的一个应用 好我想整个的一个 就是APP的一些那个使用下载 其实刚刚郑组长也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 我们是不是在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再接着进行下面的一个主题的介绍 好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请郑组长 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那个APP下载 在台湾的一个量 就是跟请跟郑组长分享一下 好那我想我接下来给各位看这个数字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消费者 或者是中端的民众 到底他的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的电脑里面 平均一个人里面他会持有 有下载多少个APP 那这个数字其实是 也是我们在去年底的调查 那大概在台湾里面 有八成的消费者 有持有智慧型装置的消费 他是有下载过APP经验的 因为当然还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是买了手机 他就把它当一般的通话功能来使用 所以他没有用到那么深的一些 或者是后面的一些关键的应用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这张图往下的这个 左下角这个图的话 会发现就是在比较深的 那个蓝色的里面 是指的是消费者的下载APP的个数 那比较浅的那个蓝色是 常用更正 比较浅的是属于下载的个数 比较深的是它常用的个数 那我们这边定义什么叫做常用 就是我们在调查期间的前两个礼拜 你还有在使用APP 你还有在使用APP的这个个数 那这个里面有两个数字 跟各位做分享就是在去年底 我们的调查数据发现 平均每一支智慧型手机 跟平板电脑被下载的 就是里面下载APP的个数 差不多是22.5个 可是消费者常用的 平均每两周里面会 就在近两周里面会使用的 大概只有7.5个 那也就是说你大概 只有三分之一的APP 是下载下来之后 你会经常会去用它 那很多东西你就是下载完之后 就可能就放在那里了 那这里面就在讲说 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华世代也等同于是浅世代 是因为这个世代的族群 跟消费者他使用资讯 或者是接触这些内容 都非常的浅 他可能很快的就可以把 这个讯息或者是 接收一个新的应用 可是他也很快的就 发现这些新的这些内容 不是他要他就很快就丢弃了 那这是一个跟以往我们看到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跟一个现象 那这个里面的话 再延伸再跟各位分享 一个状况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7.5个 包含Facebook Gmail WhatsApp Line 这些东西 那大家算一算 这些已经扣掉四个 如果再算一两个 比较常用的一些平台 各位会发现 其实没剩多少了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的 这些应用的深度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很多大的应用 刚刚我讲的 Facebook也好 Line也好 WhatsApp也好 或者是这些其他 就是我们刚刚讲会常用的 这些几乎都是国外的平台 这些我们看到常用的 它的来源都是国外的平台 那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谈这种新的 这个世代的应用里面 台湾在谈内容的部分 其实发现 也在这个调查里面 我们发现 台湾在内容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内容没有好的内容 或者是吸引消费者的内容 在这个世代崛起之后 他所使用的界面平台 都是来自国外 那当然你会说 这个里面内容都是 台湾的民众所上传的资讯 跟台湾民众里面 互相沟通的东西 这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它关键一个点是 这所有的背后的 平台的经营 跟商业模式的运作 都是来自于国外 那变成我们国内 在内容的经营也好 比较没有我们自己有特色 跟吸引消费者的一个 一个资讯跟一个界面 那这里面我想就 我就延伸在分析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我们在 2014年的这个上半年 所做的一个 针对去年消费者用的 这个APP的这个调查的数字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这里面包含的 就是消费者常用的 这些实际上面 从调查访问里面 他常用的APP 包含LINE Facebook 或者是台湾苹果日报 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像Facebook 在即时通这些东西 那各位会发现 这前20名 只有一个是来自台湾的 那当然刚刚像苹果日报 它是内容也是台湾的 可是它的原创地 其实是在香港 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情况 就是大家会很大很大问题 就是大家看到就是 搭常用的 其实都是来自于 国外的平台 跟国外的一些 一些商业的运作 虽然说已经进到台湾 跟在地化的一些发展都有了 可是这里面在讲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就是 当有一天我们希望让 我们谈行动的服务 跟内容的产业能够走出去 能够外销出去的时候 在这个事情上面 它其实是存在一些难度 跟挑战 好 谢谢 我想这个是大家应该要有所警惕的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APP的下载使用 其实台湾是非常少的 台湾所扮演的这些是非常少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郑组长 再跟我们做一个分析介绍台湾民众 APP的整个的消费行为 好 那往下的话 我这边也在跟各位分享一些数据 就是在谈有关这些实际上 APP应用的一些情况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概我们可以把 刚刚讲的这些行为 可能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就是付费下载APP 或者是in-app在玩APP 或使用APP的过程 去买里面的游戏跟点数 那第三个是广告 那当然广告这个部分 消费者不会直接付到钱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一般性 我们说只要内容有接触到消费者 他就延伸出另外一块 稳定的发展的一些模式 那如果说就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消费者 其实台湾的消费者 大概有八成的消费 这些行动装置的这些使用者 他是会下载APP的 但是他下载下来之后 他都是下载免费的 那他也不会有in-app的一些购物的行为 那从这个数字我们看起来 其实感觉上是相对来讲 感觉上我们直觉上面看到 就好像八成人都不太付钱 那剩下那两成的人 他的付钱可能是in-app 或者是直接付费的形式都有这样子 那往下的话 我想我就直接再往下一个 下一个分享里面 跟各位分享下一个数字 那各位可以往下面 下面一个下面一个简报的 这个slide去看到就是 这里面在讲的就是消费者会不会 在这里面有一些in-app的一些购物行为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是比较 比较潜力的一个商业的应用跟模式 那最近这两年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line的发展很快 那延伸的除了做贴图之外 现在从很多的讯息看到 他还要做商城做购物 做很多的延伸的应用 几乎把整个服务的这个生态链在行动上面都把它卡住了 那各位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app的这些in-app的购买行为里面就是消费者到底在使用app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吸引他付费 或者是消费者经常付费的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跟电子书啊 杂志啊 或者是这些线上的阅读的东西是有关的 那这个还是跟知识有关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跟游戏啊 还有一些宝物还有虚拟的这些点数 这也是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跟影音有关的内容或者是贴图跟学习教材 那这个部分的话各位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里面贴图的市场其实相对的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 大概贴图的一些应用大概已经占了这整个里面的差不多五成到六成的区间 那如果说再往下看的话 大家看到比较多就是跟影音有关的付费的内容是消费者会付的比较多的一个部分 这个大概是我们看到的跟in-app有关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现况跟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就直接往下的话 我们大概还可以再看到就是说 如果你仔细再去分性别 就是那个使用者的这些样态的话会发现 在下一页的这页简报里面就会提到就是跟这个男生跟女生的这个使用行为有很大的差异 那男生的消费者的话可能比较多会去在买杂志或者是电子书的应用是相对会比较高一点的 可是女性的消费者其实在买贴图或者是买这些通讯软件衍生的这些服务 他的这个接受度是比较高的 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男女之间很大的差别就是在游戏上面 尤其在游戏上面我们发现男生男生愿意付费的这个比例比女生是高出很多的一个情况跟现象 那这也是我们在谈mobile的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在跟很多的不管是业者或者是跟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在讲一个同样的情况就是 到mobile这个领域其实所有的game rule就是游戏规则 跟以往在internet或在实体的商业模式里面有很大一个差异是在这里面你必须要去懂得经营特定 族群的使用者跟消费者的样貌也好或他的生活形态你必须经营这些消费者因为不同的人他的需求不一样他会很贴近他的行动的装置 就直接会贴近在他的行动装置里面产生他的一些行动就是一些商业的应用跟行为 那对消费者来讲他不见得是不愿意付费他可能是愿意付费而是你没有对的资讯或好的资讯让我付费 像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应用你以前你很难想象为什么贴图可以卖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其实你发现这个贴图因为有很多有疗愈性效果的贴图或者是这种情绪抒发的贴图 那对很多消费者来说很简单一块钱美金三十块台币一个贴图买下来或者是两块钱 就是两块钱美金大概五六十块的台币他就去买一个这样贴图可以跟朋友之间产生互动跟话题 带近那个距离的这种应用他反而这样子的东西会卖的还蛮非常受到终端的消费者的欢迎 好我想刚刚郑组长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整个的一个APP的一个购买行为或者是在in app里面的一种购买行为 然后再来把它细分到那个以性别年龄来做一些了解到底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 他们会使用哪种类型的APP他们愿意来付费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假使给一些厂商来了解之后他们其实就可以针对这些来开发一些新的APP 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郑组长再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in app的销售市场的一个推估的一个状况 好那接下来我这边再跟各位分享一个数据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未来整个的mobile的这个内容会朝向in app的发展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大概从去年针对台湾的消费者所做的一个调查里面所做的回推 那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bar大概就是他消费者里面他愿意付费的人口的这个数字 那这个是以千人为一个单位 那红色的点的话大概是我们如果把它换算成这个付费的金额 乘上付费的金额之后所换算出来的市场规模 那这里面大家会看到就是第一个大概占比比较大的还是在通讯 就是在刚刚讲的通讯贴图的这一块 因为他的这个rich就是接触消费者的这个普及度是比较高的 那大概有超过大概差不多700万人 其实是曾经在通讯软体上面买过这些贴图 产生这些商业的行为跟应用的 那如果你把它换算这些市场的规模的话 大概一年这个都是大概有十几亿的市场在基础的这个市场在这里面 那除此之外的话各位会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跟影音有关的这个内容 然后像刚刚讲电子书或者是游戏点数 跟这个学习的内容 那这里面的话各位会慢慢发现就是 好像这种属于疗愈系的 或者是跟这种娱乐性质的这样的内容 会受到这样这个终端消费者所这个青睐跟这个接受度也会是比较高的 好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来之前郑组长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台湾市场相较于全球表现到底我们的表现怎么样 好那其实我们以前在谈网机网路的时候 或者是在在谈mobile这行动的应用的时候 大家都会常讲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台湾的市场很小啦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走出去啦 就我们常会听到听到很多这样子的论述 跟这样子的谈论的一个谈法 那以下的话我想跟各位分享几个数字是 我们大概整理自包含的这个APP 然后还有就是New Route 就是这个叫做新动物园跟APP 那这个这两个单位其实是不同的单位 就是APP 它是来自北京的公司 他们在做这种行动的APP 这种监测数字的这种推估的公司 那这里面其实是我们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个数字跟那个表现 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数字还蛮亚异的 就是我们在讲这些行动的这些平台 就是最大的现在就是iOS跟Google的Google Play 这两个平台 那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根据这些这几个单位所汇整出来的数据 会发现台湾在全球谈这个iPhone相关iPhone的这个平台 后面的这些内容的收入的付费的这个情况 大概台湾在全球排到第十名 那在Google Play这一块 台湾甚至排到第五名 那到去年第三季曾经发生过这样子 比较高峰的一个数字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是说 大家都会讲说台湾没有市场 或台湾市场太小 可是如果你真的把它跟全球之间 做比较表现的时候会发现 其实它也有一定的规模 虽然说它可能不是最大的市场 或者是最最最跟中国大陆比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可是相较之下 它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规模跟它的表现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会常讲说 我们台湾市场小 台湾市场很很怎么样 那其实是这个这个问题其实是虽然存在 但是另外一个议题是台湾的内容的业者 或服务的业者 也没有办法经营我们自己在地的消费者 或经营在地消费者的喜好跟需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跟现象 那往下的话 我其实在分享一个数字跟资讯给大家看 这个是另外一个监测单位 其实也是一样在去年底所发布的数字 各位会发现就是说 大家在他在算这个行动的游戏 所占的这个营收里面会发现说 台湾其实在整个市场的表现里面 在全球其实也是没有到数一数二 可是他也在排在前五名的这个市场里面的 就是不管是iOS或者是在这个anjoy上面的这个平台 大家看到这两个bar是蓝色的是iOS的平台 那粉红色的这个是anjoy的平台 各位会发现iOS尤其是在iOS上面 台湾消费者对于这个apple的产品跟衍生的这个内容的服务的接受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个里面在讲的就是 那消费者的接受创新的意愿跟他的动能是很强的 可是到底业者能不能够当地我们在地的业者 能不能够开发出这样子的服务跟内容就变得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其实谈到最后面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去算各种的这种内容的服务的话 大概在台湾我们谈APP的这个市场 大概市场规模我们大概抓 大概去年大概一年可能有49块51的规模是付费的 这是我们从消费者端付费的态度去算的 那如果加记这些广告所带来的收益 或者是APP的产制这一块 可能这个市场大概可以到100亿 可是如果你去看Garney 再看国外的估计也好 或整个大的方向估计的话 大概未来的四年里面 这个整个的结构大概还会再翻到目前的300% 就大概会成长到三倍 那这里面我们却发现说 像刚刚前面从课程一开始我们就提到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发展速度很快 那台湾也不算很小 那当然说你说小当然还是小 但是它跟国际比已经有一定的排名的这个表现了 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我们常讲这个下载数 APP的下载数 下载数里面大概20个里面 前20名里面大概没有看到是台湾排在前面 但是当然从前面的实际的使用行为的调查会发现 还是消费者的使用里面还会有一两支是属于台湾的 可是这一样还是很少 这里面在讲就是内容的使用的行为也好 或者是APP的这些新的应用 消费者一直用 可是问题是这些 中端的这些这些厂商 其实消费者一直在用的过程 厂商没有对应出 开发出相关可以吸引我们在地的民众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这个开发的过程还一直在摸索 怎么样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更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在谈行动产业里面 或者是在谈APP的这个市场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尤其大家可以预想得到就是当未来这个市场走到4G之后 大家大概在今年底 就是104年年底或明年15年左右 有这个4G的服务陆陆续续的开通之后 很多的应用会更快 这个速度会更翻得更快 因为消费者所下载的这个速度 比以前快了很多之后 很多的应用行为又会再做一些转变 那当转变的过程 我们如果没有有一个好的一些创意 或者陆续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创意去支撑 或者产生新的服务 去支撑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话 很快这个市场就变成是国外的 人进来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行动商务或行动行销 其实也是慢慢的就形成一个 其实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产业了 所以照组长的那种分析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其实还有很多要去强化 加强的 其实要有一些创意的一些应用 新的应用来开发一些比较 大家民众会使用的一种行动 商务的应用的一些软体 比如说App对不对 或者InApp在里面的一些带动一些软体 我想这个是一个产业 假设能这样做的话 我们未来其实在 在那个整个的一个行动行销 或者是整个厂商 其实要去做一些那种 利用这种行动平台 做一些整个的行销 其实可以给厂商们一些方向了 对不对 我想这样子 大家能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 大家应该就可以往这方面去做一些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 这个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组长的介绍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一个观看 谢谢大家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士教育文化不倒